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韩国总统突访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谈 国土安全部批准修建20英里的边境墙 德州堕胎禁令出台后 新生儿数量增加 德州儿童医院成功为连体婴儿做分体手术 韩国总统尹熙悦周六突访乌克兰 并与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这是从俄乌战争后 尹熙悦首次到访乌克兰 尹熙悦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 和人道主义援助 在周六突访乌克兰之前 韩国总统尹熙悦与夫人出席了 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并访问波兰 尹熙悦周六抵达乌克兰后 先前往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洽大屠杀现场 和伊尔平为受难者献花哀悼 尹熙悦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根据法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尹熙悦表示与乌克兰的合作计划分为安全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支持三个领域 此外 继去年提供防弹衣和头盔等非致命物资后 韩国今年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的军事物资 并扩大与乌克兰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的合作 促进乌克兰重建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瑞丽综合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批准用海关边境保护局 2019财年的剩余款1.9亿美元 修建20英里的边境墙 国土安全部批准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 修建20英里的边境墙 国土安全部表示法律有义务这样做 除非国会反对 但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 新边境墙修建被取消的可能性相当低 2019年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 国会拨款超过13亿美元用于修建边境墙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国防部边境墙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返还给五角大楼 目前海关边境保卫局2019财年的资金 估计仍剩于1.9亿美元 根据法律规定 国土安全部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其指定用途 也就是修建美墨边境墙 特别是在里奥格兰德河谷 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 还将更换亚利桑那州和加州部分边境地区老化的路障 德州边境地区因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而不堪重负 现已向洛杉矶运送了第二批移民巴士 而这些移民不会都留在洛杉矶 有人还会前往拉斯维加斯、西雅图、旧金山和奥克兰等城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杰森·佩瑞梅林综合报道 拜登政府周五宣布 将取消80万4千名学生 总金额达390亿美元的贷款债务 目前针对有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 有几种不同的收入驱动还款计划 这些计划基于借款人的收入和家庭规模 无论借款人的未偿还债务总额是多少 在借款人支付达到了设定的 20或25年的豁免门槛后 剩下的余额将被清除 教育部于周五开始通知符合资格的借款人 并在明年前继续确认达到资格门槛的借款人 6月底 在最高法院否决了拜登取消 数千亿美元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后 拜登表示他会采取新措施 向美国人提供学生贷款兼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瑞丽综合报道 一名从事人口贩卖的非裔男子被判刑75年 但是他如今下落不明 休斯顿社会机构悬赏1万5千美元寻找线索 本周三 哈里斯郡地区检察长Kim Ock 在休斯顿制止犯罪组织Crime Stoppers机构内 联合休斯顿警察局公开了逃犯Ellen的案件情况 Daddy S. Allen因贩卖人口强迫他人卖淫被抓捕 他交保20万美元后释放 今年4月份庭审期间 他出席了前5天 但于最后一天缺席 从此销声匿迹 他被判75年 阿伦潜逃后警方经过近三个月调查 没有结果 休斯顿制止犯罪组织宣布 悬赏1万5千美元 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西南国立区委员会为悬赏金出资5千美元 同时也为打击毕宗奈的大街的红灯区做出努力 知情人士可拨打休斯顿制止犯罪组织的热线电话 713-222-8477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奇 梅林 新平 休斯顿报道 德州禁止堕胎立法出台后 州内的新生儿数量增加 大幅超过预期 德州生命联盟执行董事 认为这是反堕胎法律的效应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彭博公共卫生院的一项研究发现 去年2022年的4月到12月期间 德州迎来了比预期多将近9800名的婴儿 这项结果是对德州堕胎禁令影响的首例研究 德州生命联盟执行董事 乔·波音特曼博士 也将新生儿数字增长 归因于最高法院对罗伊素韦德案的推翻 以及德州通过人类生命保护法案的立法 该法案将堕胎定为重罪 该研究结果也表明 许多孕妇无法克服堕胎的障碍 波音特曼博士表示 德州为保护意外怀孕的服务 例如堕胎的替代方案提供了资金 他还提到一些医生可能误解了德州的堕胎禁令 根据法律 一旦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 医生可以进行堕胎手术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接下来将研究德州堕胎禁令 对一些群体的影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齐慧 陈玲玲综合报道 休斯顿市长特纳 向脱口秀演员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摩瓦·梅尔颁赠奖励 表彰他作为休斯顿人所取得的成就 本周四7月13日是休斯顿的非官方节日713日 用于纪念休斯顿最早的电话区号713 并庆祝休斯顿的独特之处 当天在市政府大楼 休斯顿市长特纳特别选在713日 与两位市议员向脱口秀演员 莫·梅尔颁奖 感谢他在舞台上对休斯顿的宣传 让他成为名副歧视的休斯顿大使 市长引用媒体报道说 莫·梅尔颁早年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 学生时代在休斯顿A-Liv区上学 莫·梅尔作为脱口秀演员 如今事业蒸蒸日上 不仅在Netflix上有她的表演秀 而且也在巨石强森的超级英雄电影 Black Adam中出演角色 莫·梅尔将在9月16日 于休斯顿上演她的脱口秀 演出收入的一部分将捐赠给 她在A-Liv的黑斯顿中学 戏剧艺术和乐队部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 新评大宇休斯顿报道 近日 德州儿童医院成功为两名 连体婴儿Ella和Eliza 进行的分体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 现在两个婴儿已经出院回家 一起去看一下 这两个婴儿Ella和Eliza 刚刚四个月大 姐妹俩出生时腹部相连 并共享肝脏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数据 连体双胞胎非常罕见 发生率约为5万至20万分之一 德州儿童医院一个月前 为他们做了分体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婴儿的母亲Sandy 于3月1日通过剖腹产 生下了他们 当时胎儿只有35周大 德州儿童医院估计 每个婴儿的体重 约为5磅10盎司 负责接生这对姐妹的 厂科医学专家 Dani Putty表示 连体双胞胎认身 极其罕见 且风险很高 在他们降生之前 医院就在计划 这次分体手术 并组成了一个17人的医疗团队 包括7名外科医生 4名麻醉师 4名外科护士 和2名外科技术人员 这个手术持续6小时 手术期间 婴儿的家人一直为他们祈祷 期盼手术成功 三天后 富勒夫妇第一次分开抱孩子 孩子们在重症监护士 待了四个多月 身体逐渐恢复 回家静养 婴儿的父亲表示 兴奋心情难以言表 他们非常感谢医院 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奇迹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梅林综合报道 稍看到 中国城抢劫案 警察局长出席社区安全大会 欢迎回来 中国城6月底发生 抢劫杀人案件后 休斯顿警察局长本周出席了 在中国城的社区安全大会 大多数出席者是华人 上周四 社区安全大会 在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举行 休斯顿警察局长Trey Finner 华裔执行副局长Ban Tan 应邀出席 对案件做最新陈述 并当面听取社区人士的意见 多位民选官员 以及当地竞选候选人 也前来聆听 约100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现场还配有网络转播 6月底 一名华裔男子 在中国城公寓 遭到抢劫 枪击重伤 事件引起了民众 对中国城治安状况的担忧 Fina表示 这次来开会 主要是听取民众的意见 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警官戈尔斯说 已经抓到一名嫌犯 警方正在等待实验室结果 呼吁知情者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 帮助鸡拿另一名嫌犯 Fina提醒民众平日要留意周边环境 注意人身安全 多位民选官员一一发言 声讨暴力犯罪 号召增加治安拨款 解决哈里斯郡刑事案件积压 低保湿金问题 也有人呼吁种族团结 两个小时的会议上 有五六位民众提问 社区人士鼓励华人 多参加本地治理的公共会议 关心中国城的发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吉 梅林大宇休斯顿报道 围绕中国城抢劫杀人案件 上周六上午 在中国人活动中心 举行社区安全会议 这是继中华文化服务中心后的 第二场会议 会议上警方对案件再次做陈述 他们说破案的关键证人 当时在小区看到有一辆车 停在一处昏暗的地方 从车里下来两个人 不久他就听到了枪声 然后看到两个人跑回车里 Yside警察分局的 Jonathan Louis警官接到报案后 指挥警员前往事发地点侦判 警方后来又和公寓小区 检查安全设施改进环境 以减少和预防犯罪发生 会议上多位民众发言 有意见表示语言障碍 是造成华人很少报案的原因之一 因此要求加强位于惠康超市边 休斯顿警察局服务站的运作 延长营业时间 配备中英双语人员 受害者家人 郑女士也出席了会议 她说案发以后 她丈夫在医院里一直身处痛苦之中 她向警方和关心的议员 以及社区民众表示感谢 会议上大家积极向受害者家人捐款 达到近2万美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奇 大宇休斯顿报道 休息一下 生活广角镜为您带来营养美味的鲍鱼焖鸡 欢迎继续收看 鲍鱼是一种价格不菲的食材 营养丰富 在下面的生活广角镜栏目中 我们就来看一道鲍鱼焖鸡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文厨房 我是孙一文 鲍鱼营养价值极高 含丰富的球蛋白 具有滋阴补养的功效 鲍鱼肉里面有一种叫鲍鱼素的成分 是提高免疫力和抗癌的食品 肉大肥美 口感Q弹 今天呢 我就来做一道海陆美味的鲍鱼焖鸡 主食材有 去壳鲍鱼 切块大土鸡腿两只 新鲜香菇 红枣 葱 姜 蒜 生抽 蚝油 料酒 盐 鸡粉 糖 胡椒粉 淀粉 先处理鲍鱼 把鲍鱼倒入80度热水 浸泡两分钟 泡过的鲍鱼容易脱壳和清洗 再放入冷水降温 用手往壳的深处一抠 就可以把鲍鱼分离 这个深黑色的部分就是鲍鱼的内脏 韩国人拿来煮鲍鱼粥 但一般人不太能够接受这味道 今天我们把内脏去掉 中间的嘴也要去掉 用刷子把鲍鱼洗刷干净备用 鸡块中放入生抽两勺 蚝油一勺 盐半勺 糖半勺 胡椒粉半勺 生粉一勺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热锅冷油 把鸡肉倒入锅中 均匀平铺 中火煎至金黄 中间的时候翻面 继续煎 直至鸡腿肉七八分熟 倒出备用 鸡油流锅里 放入鲍鱼 两面煎至金黄 倒出备用 锅流鸡油 放入蒜粒树壳 姜粒 翻炒出香味 放入香菇 拌炒三十秒 放入鸡肉和鲍鱼后 淋入料酒去腥 大火翻炒一分钟 放入生抽一勺 蚝油一勺 盐半勺 糖半勺 搅拌均匀 倒入一锅水和红枣 沸腾后加盖 转中小火 焖煮三到五分钟 开盖后大火收汁 出锅时把鸡肉放在下方 鲍鱼平铺上方 香菇和红枣间隔放 撒上葱丝即可上桌 做好了 真是满屋子都飘香啊 我现在来尝一口 刚才尝的这个鸡肉非常的香嫩 鲍鲍鱼非常的入味 裹上这个汤汁 滋味满满 令人回味 您也来试试看吧 稍后一起来看 萧伊芳 休斯顿 吕欣 出任台北办事处处长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新处长 萧伊芳 上周日屡新 休斯顿桥界举行欢迎茶会 上周日在乔教中心大礼堂 休斯顿桥界举行欢迎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新任处长萧伊芳屡新茶会 乔务荣誉职人员 30多个侨团代表 商界和机构代表近百人出席 萧伊芳此前曾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 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她介绍说自己之前有两次外派经历 第一次外派是纽约 第二次外派是澳大利亚堪培拉 这次来到休斯顿是她的第三次外派 欢迎你们看到我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看到我 都可以再过来跟我打声招呼 我一定会努力的在最短的时间里头 记守各位的脸还有各位的名字 希望未来我们会有非常愉快的合作的关系 萧伊芳毕业于中山女高台大外文系和正大外交所 欢迎茶会当天 萧伊芳向多名侨领制证侨委会颁发的 荣誉职人员聘书 并向有工人士颁发奖状 会上30多个侨团组织和机构代表纷纷上台 向新处长介绍各自侨团和机构的情况 萧伊芳也在会后和各位侨领热络寒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齐 大宇 休斯顿报导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天气 下周休斯顿持续的高温 炎热干旱 周日波云天气 最高气温99度 最低气温80度 周一和周二 最高气温达到了100度 最低气温80度 从周三到周六 气温一直维持在100度左右 宜温一直维持在80度左右 炎热的夏天 很多人会到海边吸水 但担心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失窃 或是不愿意承担失窃风险 而选择不下水 只能忘水星探 对此有理由专家提供 保管贵重物品的诀窍 一是购买一个防水的 带密码锁的小手袋 二是和其他亲友 轮番看管重要物品 还有一个小秘诀 就是把宝贝藏起来 朋友是一位冲浪高手 他经常把汽车钥匙 埋在他毛巾下方的沙子里 这是个值得考虑的聪明方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